大家上午好,我是秋实 现在是8月18号的上午11点 我在香港忘掉 今天给大家讲三个来自香港的关键词 一个是何丽飞 一个是勇武 一个是不割席 什么是何丽飞呢 有200多万香港人参加了民主活动 这200多万人不可能全都是暴徒 如果有200万暴徒的话 福建人是打不过的 在这200多万人当中一定会形成一个光谱 这和咱们大陆经常所说的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是不一样的 200多万人当中一定是有特别积极 特别激进 比如说要港独的 也会有大量的温和的中立的 还会有一小部分是消极的爱法塔利的 就好像台湾的蓝色阵营也会分深蓝蓝和浅蓝一样 在这200多万民主派人士当中 绝大多数90%的人认为自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也就是和理非 那10%的人呢 则属于勇武 他们认为和平理性有什么用呢 我们已经和平抗议了十几年了 我们组织的200万人上街 都没有办法跟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合议和妥协谈判 他们该通过的法律还是通过了 所以就不需要在和平的讨论了 就直接打吧干吧 这种就是勇武 而什么是不割习呢 这90%的和理非的人认为 我们不应该和那10%的勇武派的人 进行割习断交分清彼此 你是你 我是我 我们不一样 因为在战中时期 他们就得到一个经验 如果他们在内部形成了一个分化 说分清彼此的话 那么等于会被建制派从内部进行瓦解 对他们实施各个击破 最后他们的政治诉求也无法得到实现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叫不割习的概念 那么今天的最后一个关键词叫做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这也是香港的民主派人士所要坚持的 他们认为绝大多数人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 但是那些使用勇武暴力的人 其实也在达成同样的政治诉求 我们不想进行一个割裂 大家用各自的方式去谋求 逐选民主这样的共同目标 至于是否能够达成 就看各自努力的效果 这就是目前我所掌握的 香港民主派整个阵营当中的一个情况 今天下午在维多利亚港 还会有一个大型的民主会的 民主派的集会活动 我也会去参加 也会继续为大家报道 来自香港的见闻 我是秋实 很高兴认识大家 都说香港有一楼一凤 这楼是挺多 那凤在哪的 啊 哈哈 哈哈